来看一下周静的第二个短片了解一下 关于感情经历的事 我在台上都说得差不多了 概括来说呢 就是第一段感情不懂爱 第二个长得好看吧 不省心 然后之后第三个 找个老客人去了 没想到更省心 直接被我抓了个现形 然后跟那女生都在一起了 所以我发现了 这男的正不正经 省不省心 与长相无关 你说你长得好看点 你说你出点鬼 我还能接受了 你说你长得克劳八成 那你再出轨 我一点都接受不了 所以我一定要长个 帅一点的 好看一点的老公 其实呢 我也是个女孩子 找对象嘛 也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 不喜欢被聊着 喜欢主就去聊 我从上学开始 就喜欢老实 闷吃的男生 谁最老实的 我就去聊是谁 今天送她点水 明天给她卖点好吃的 老有意思了 再比如说 有的男的在我家门口经过 我朋友说找对象 我就跟我朋友打赌 我说我三天能追到手 我就主动出击 目前为止 还没有失手的时候 但所有这些男生都是 等他们一上狗 一转过来 对我主动了 我就没兴趣了 所以我承认 我找对象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不想找太胖的 也不想找太黏糊 太腻糊的那种 我想找一个 真机条件 比我好一点的 然后让我有一种 熄然碰动的感觉 我想主动聊着的 那种男人 一旦咱俩在一块 我绝对会让你感受到 一个不一样的周哥 一个小鸟一人 惯着男朋友 温柔体贴的周哥 以后厨房 绝对不要你进 洗衣机绝对不要你碰 洗澡水天天给你打 从里到外 我一天给你洗一遍 你想吃饺的 我天天给你包 你说这样的好媳妇 你上哪儿去找去 四号 比哥 我想问一下周静 你说那个 闷了胡思的那个 你喜欢聊事 你聊事到时候 你要把人抛弃了 你是心里边有 这种小冲动吗 还是小障碍 说一下呗 我想跟你说 我一是没有障碍 我二是没有冲动 我就不喜欢说 对男生主动上来说 对聊气那种 我觉得这种男生太气了 然后还感觉靠不住 我就喜欢那种 因为我爸爸特别老实 就不爱直身 然后我妈跟我爸过一辈子 从来不爱欺负 我觉得老实 闷了哭泣 这种男生 他会给你的 就是给你踏实感比较多 所以我 那你为啥 把人聊着他走了之后 你还要把人抛一边呢 没聊着到手呢 这聊几天吗 发现他不是那样的 那你聊天干人 你已经对你动心了 那你为啥还要 不跟人说话了呢 我跟你说 聊的话它是分阶段的 就这个人 假如说我一聊着你 怕第二天你就对我好 就要跟我俩处理一项 这种人男人绝对不能要 没有定力 如果他聊是你 你觉得你几天能上钩 我估计他聊是我 用上三天 你放心吧 我不但聊是你这样的事的 我就感觉这女的吧 说句话听是 好像是有点不太正经 其实我不能这么认为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 人人都是平等的 如果假如说这事 我不说 我就一个机会都没有了 如果我说占50% 当我聊 那不是说这气不等 也不是像你们说的聊闲 没事扯大那种的 就是我喜欢他 我要让他知道 你说问问现场的观众 你们同不同意 在爱情面前 主动出击 给自己一个机会的 是聊闲吗 是不是 不是 说今天返场 然后虽然说 十六盏灯都灭了 但是我感谢全城烈 然后就是说 这次返选季嘛 然后第一批嘉宾 然后只有四个名额 就有我一个 我也知道 我站在这个位置很主要 但是我也想 最想说的是 我也是 就是实实在在地来这个 就是这个舞台上来找对象 可能说台上没有更适合我的 我不需要说找一个什么 多么多么有钱的 大富大贵那种日子 我好像也过不了 但你要一天处杰横丧 打扰拔辫 我更过不了 就想找个平平常长的日子过 就是这样 如果有喜欢我的 还会找我的 对不对 燕子姐 对 周哥 从你那个倒霉炉子 到你那个欧亚化妆品城 杨大城子的第三景 我觉得我们感觉到 这个姑娘有多么能干 希望你的生意 越来越兴隆的同时 真的 你的爱情能早日丰收吧 我们共同的心愿 好 谢谢周哥 以往大家来到这个舞台上都说 周哥是全城市练最呐的姑娘 我觉得一旦跟周哥牵手了 你会发现周哥在过日子上 是最呐的姑娘 一定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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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回忆 掌声都别走 别走 别走 我走了 再见